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十幾年前 十五 十五年前 翡翠的一個手鐲 十五年前買只買了四千塊錢 是在三峽的菜市場買的 好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一千元 糟糕 我還是蠻希望說 菜市場能夠買到不錯的東西 我也很希望 可是事實擺在這邊 來 我們從這邊 你整個這樣子看 我們從觀眾朋友這邊 這樣子看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樣子 一團一團的 全部都成為團狀的樣子了 像這邊都已經 團狀的結晶都已經出現了 只是 而且這邊出現了一些流紋 團狀的結晶 尤其在這邊已經開始 這一塊手鐲很明顯的是 很快就要出現裂紋 尤其在這個邊邊角角的這些地方 應該是很快就要出現裂紋 我想大概應該兩三年的時間 裂紋應該要跑出來 這個已經很嚴重了 像這樣子的 它這個有染到嗎 沒有 這個沒有染色 這純粹就是逼貨 純粹是逼貨 這是標準的逼貨 好 來 這有點可惜 記住 觀眾朋友記住 逼貨裡面呢 這種顏色的 基本上不太會是逼貨 逼貨有幾種狀況 一個是這種沒有顏色的 透明的 如果是逼貨的話會犯藍色的光 另外一種最常見的逼貨就是這種 還有一種最常見的逼貨的顏色 當然就是這種 就這三種 別的顏色 如果顏色比較深的 那基本上都不會是逼貨 那記住就這三個顏色 三種狀況要小心 好 來 沒關係啦 那十萬年前四千塊 好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戴匪的一個玉佩 好 這個玉佩呢 也是在那個嗎 那個三峽菜市場 不是喔 沒有 這是兩年前 我們去大陸黃山旅遊 然後導遊帶我們去玉石博物館 玉石博物館 對 黃山那邊的玉石博物館 國營的 對 國營的玉石博物館 黃山沒有出玉耶 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博物館在那邊 批發商 批發商 所以每一個地方都可以開博物館 對 對不對 奇怪了 這怎麼會開一個玉石博物館在那邊 好 那來 這一個地方大家看一下 它雕工其實還雕得不錯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後面這地方 這好像有石花對不對 有石花在那邊 滿多的 滿多的 然後上面這個是代肥的 那時候買了兩萬五 對 好 那在中國大陸總會要殺價吧 有 有殺啊 可是殺一點點 殺多少 好像六千多的人民幣 買五千塊 五千人民幣 所以這其實應該是 兩萬五 這個應該是六百塊人民幣的 真的我不騙了 幾年前 兩三年前 那還兩三年前肥脆也高 高起來 高起來 好 您估呢 現在呢 不要賠錢就好 對 二點五萬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代肥的玉佩呢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五千元 你看吧 我說就是六百塊啊 對 差不多啦 五千塊 為什麼喔 沒有綠色 只有表面的這個石皮的顏色 而且我剛才這樣看呢 這個顏色是經過加熱 加熱以後 它那個鐵元素開始擴散了顏色 那再看反面 其實這個 我發現你的都是這樣子 他喜歡這個顏色的樣子 他都喜歡這個顏色 都是灰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兩個的顏色一樣 基本上底都是一樣的 對 要避免這個顏色 買玉石要避免這個顏色 但你如果說經濟的狀況的話 你要挑的話 那也沒辦法 因為這個顏色是比較便宜一些 對 可是如果要 你想說要保值的話 還是不能找這樣的顏色 對 這種顏色保值保不了太多 好 來 接下來的話 除了這個灰色 青色之外呢 我們的楊小姐呢 最近非常喜歡一個顏色 就是這個顏色 紫色 來 紫色 據說這個紫羅蘭的翡翠的話 是最近才買的是不是 對 這一塊你買多少 三萬八 這麼貴啊 來 給各位看 還不算是太厚喔 你看 然後後面這邊呢 有雕 而且是凹下去的 然後正面 你知道為什麼它有雕凹下去嗎 為什麼 它一定是這邊有一些髒東西 或者這邊的石花 或者是有黑點或什麼 它把它挖掉 而且它把它挖薄以後呢 它的透度也會變比較好 透度也比較好 對不對 這邊透度也會變比較好 好 來 三萬多塊啊 三萬八 都沒有那個嗎 也沒有殺價嗎 這個 有喔 有啊 本來它是標標多少 好像六萬多 你殺了一半 現在那麼貴啊 如果它標三萬多 你會買多少錢 一萬多 它會對折 所以杰瑞 你是依照它的標價 來買東西對不對 你不是真的為這個 應該都是這樣吧 喔 還是應該 觀眾朋友看我們節目看那麼久 應該還是要依照這個東西的食材啦 它食材到底是什麼東西 來決定它的價值 不要依照那個賣家 賣家的價格來決定賣家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評估說這個東西 到底要賣多少錢 我跟你說 其實 好 你既然這樣講 我給你講一個簡單的事 到一家珠寶店 兩家珠寶店 三家珠寶店 去完了以後 你再到走一趟假日浴室 保證你知道 保證你就知道行情是怎麼回事 有這麼厲害 你只要去 重點是這樣子 可是它的標價不會是亂標的嗎 不是 你不要想說 我全部都清楚 你不可以這樣子 你一定要想好說 我現在想買一個手鐲 我大概要什麼樣的顏色 那我就去一家珠寶店問 然後就是那個樣子的形狀 那個顏色 然後再到同樣的想法 去第二家去問 那它都會拿出 那種大約的那個附近的 你大概可以知道 價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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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要找那個樣式 是相同的 然後下去做比價這樣 你自己心裡要有數嘛 對不對 我想要什麼樣的玉石 比如說我要一個 這樣子的顏色的 我心裡有數說 我想要一個這樣子的桌子 或者我想要一個 這樣子的東西 你想好了以後 你到珠寶店去 找三個珠寶店 這是我們平均算出來的結果 對 三個珠寶店 跑一趟假日浴室 你大概價格就跑出來了 試試看 觀眾朋友可以試試看 好 這個買三萬多塊 三萬五是不是 三萬八 三萬八啦 這個是買三萬八 好 來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紫羅蘭的翠玉呢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三千元 為什麼我跟你說 你看 透明度 我手指頭在後面 我把這個筆燈擺到後面 完全幾乎完全沒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這雖然是紫色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是灰的 你看 顏色最怕的就是帶灰色 所以你這紫還帶灰色 那是我們最不想要的 而且 它的紫色的這邊 下方呢 都是比較黑的 又是比較雜質比較多 再來我再給你看 你看石紋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一大堆的石紋在上面 有 所以這個石頭呢 本身的密度就不是很好 然後顏色又 好